求订阅 爸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是抢救婚约那一套 我跟那什么陆子豪见都没有见过 凭什么要嫁给他 顾洛西 谁让你大龄又未婚的 给陆子豪订婚 又怎么了 这婚呢 你是弟也得计 无定也得计 过两天 陆家大少爷 就会不成了 你要是丢了我们顾家的人 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爸 长期苏联霸道难有 恭迎少主 陈仙 不必多礼 如今天王殿 全球顶级财团 而且龙国最大能源公司 零天集团也已经被我们收购 现在还请您入市指点江山 我 自由惯了 这些就交给你了 你们这跟得太招摇了 歇过去 我自己逛 是 少主 啊 怎么穿成这样啊 我不是想穿正式点吗 要见我爸妈呢 美女 你认错人了 哎 我已经给桌陵公司付过款了 今天 你就是我 专属的桌陵男友 不要对你的姑姑满意 可是会随时投诉你的 专属男友 我刚才说了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要是服务好了呢 小飞少不了你了 走吧 有点意思 陪他玩玩 好 出发 你不会空手来的吧 我点的男友套餐礼 可是包含了上门礼物的 我点的可是豪华套餐 额外加了八千八呢 还有豪华套餐 当然了 豪华套餐就算两瓶酒 真小气 算了算了 时间来不及了 快进去吧 信思是吧 嗯 那从现在开始呢 你的人设就是 龙城私家大少爷 刚刚被家族拍到龙过来发展 主要的工作呢 是投资 爱好呢 爱好就是高尔夫海调和花旋 记住没 记住了 不过我更喜欢 跳伞赛车 还有攀银 哎 你可不能给自己加戏啊 我后妈那个人 鬼计多多的很 要让他看穿 我饶不了你 放心了 我也富家大少爷 那可是专业 你不坑我就算了 走了 若玄 情侣之间 是不是该有点情侣 啊 夏天一看都一表人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博主席 这么多人都在等你 不好像再来这种事啊 不好意思啊 呃公司有点事耽误了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思野 这是我爸 这是高阿姨 这个是我妹妹 伯父伯母小姨子 初次见面 这个 是我的点小心意 不是吧姐 你男朋友这礼物 也太小气了点吧 带这点东西 就来参加咱咱咕家的家宴 是没把你放在心上 舍不得花钱 还是没钱买礼物啊 怎么会呢 思野他刚从国外回来 嗯 因为飞机延误了 所以行李那边 出了点问题 这才准备的 比较矿错而已 若玄 你找的什么男朋友啊 你看看你妹妹的男朋友 阿强 人家可是送了82年的拉菲 这样男人一看才靠谱 伯父伯母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 妈 向强可是林天集团 分公司的部门经理 他现在的身家 哪能跟这种人比啊 你这不是拉低我男朋友倒次吗 对对对 我未来的女婿啊 可是林天集团的人 身价千万呢 以后我们顾家的未来啊 还得仰仗阿强 林天集团 这不是我刚收购的那家公司呢 伯母过家 这日后帮着顾家 也是我的嘴 哎呀 这还是我哪里眼光好的呀 找到了阿强正好的男人 不像顾着血呀 有娘生的男人 董阿强 董阿强 行了 今天是顾家的家业 都少出来就 服务员 把这些东西拿到不碍事来丢 越来越有意思 四眼啊 我们顾家虽然不是什么首富之家 但在龙国也是有能有力 想起我们顾家的名 可没那么容易 董阿强 我一个成年人了 连婚姻自由都没有吗 姐 妈也是好心 谁知道你这个男朋友靠不靠谱 随便找个男人进我们顾家 这不是丢爸的脸吗 四眼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了 我确定 我这辈子非他不嫁 我看你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想想 你和瑶瑶结婚的东西 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我我都准备好 一百万彩礼 一百万的彩礼啊 阿强出手就是阔气 瑶瑶能嫁给你 是瑶瑶的好福气啊 爸妈 阿强在林天集团的发展前进 就不用我多说了 以后我跟阿强结了婚 陆家交到我跟阿强手上 一定会一分冲添呢 林天集团的项目经理 你不会连什么是林天集团都不知道吧 这林天集团可是龙国第一财团 哈哈 瑶瑶 你骗这种人解释什么 他又听不懂 少说两句 姐 阿强能让顾佳飞黄腾达 这废能给你什么 只要若雪需要 我可以给他世上任何的一切 不愧是专业的演员 还挺能吹牛啊 一切 你这口气也是够大 人家阿强的婚房就五百平 我听郭儿写说你也是富二代 那你的婚房有多大呀 我在西洋海岸大概有一百亩的地 如果若雪需要 我都可以当作婚房付给他 一百亩 那就是六万平 一百亩 爸 妈 你们可别被他给骗了呀 家里一百多亩 说得这么好听 你不就是个农民吗 四眼 那你名下有几辆车 几辆车 几个车库加起来大概 一百多辆吧 有些送去保养吧 如果伯母好奇具体有多少辆 我可以打电话问一下 我的专属夫妻 我都听不下去了 一个种地的 你跟我说什么车库 你装什么床 对 他一个种地的 名下有拖拉机就够了 够了 不如雪 你真是太胡闹了 你的伯父 我已经被对了 就是陆家的大少爷 陆子豪 爸 我不嫁 不嫁 你不嫁给陆家的大少爷 你要嫁给这个农民吗 啊 陆子豪他就是个花花公子 平时没有牺牲我的金服成全家族的利益啊 我本人是不嫁 需要嫁你嫁 你胡闹 这么多年 够家奉你圈 供你吃 你就是这样报答 顾家的吗 报答 自从我妈过世以后 你有保管我一顿饭 给我买过一件衣服吗 自从你续闲了之后 就对我不闻不问 要是救者照顾我 我早就饿起来陆家了 你没有资格过问我的婚姻 你这个逆语 你这是烦了啊 我是你的父亲 我让你嫁给谁 你就得嫁给谁 你没资格做父亲 你 难怪他要做男朋友 原来是被家里人逼迫 嫁给一个花花公子 我妈生病的时候 你和这个女人在约会 我妈当当过世就领着小三进门 谢谢你 对我有过直言骗语的宣问感吗 你真的在乎我吗 你真是让人希望 你给我闭嘴 你干什么 你必须跟我的女儿分手 我是不会分手的 嫌他们不带着我们 我们走 哎 姐姐 陆家可是给了咱们888万残礼呢 你要是嫁给了陆少啊 以后可是吃穿不愁 跟这个丑小子在一起 是没有什么未来的 你真有什么病呢 888万残礼分手 只要若雪想要 8888万 那是这也不够新出来试一试 没想到你还挺能装啊 你怕是连份正女工作都没有 你连88万的残礼都拿不出来 在这吹什么牛啊 顾鲁雪 你必须跟她背着 你是我的女儿 嫁给谁 我说了咱 姐姐 陆家为高权重 赛给陆少 可是你的气 既然陆少这么好 那你为什么要死 哎呀 亲爱的你看看他 当着你的面 让我嫁给一个花花红子 小子 老子可是灵天集团精 当着我的面 欺负我的女儿 嗯 灵天集团 一个项目精 你他两个行 灵天集团 背后可是天王殿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只要你在龙几小时 你的意思是说 你还能调动天王殿的 我不是让他少说两句 他逞什么能啊 是 这都怎么了 老子在灵天集团后的如意夺数 想让一个人消失 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那 你是明智狗 你干什么 明智吧 我没事 一分钟之内 把一个叫向强的项目精力开除 那就是 灵天 问是谁啊 说开除就开除我啊 我 我 五三 atre 一 喂 王总 什么 我被开除了 我 王总 喂 什么情况 亲爱的 你被开除了 阿强 你好多的怎么会被开除啊 我 上诚被开除了 跟你有关系吗 你到底什么人 我 若雪的男朋友啊 你凭什么一个电话就能把我开除 不 这可能是个强和 这一定是个强和 是吗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强和 天蝎 一分钟之内 让向强复识 天蝎 那不是林黑警察的新楼 啊 就凭你 还能拆遣零天的金老板 苹果是天王殿的少子 天王殿少子 不要是天王殿的少子 我还是天王殿少子的爹呢 喂 啊 王总 你说什么 刚才信号不好 挥补职位了 好好好 我一定好好干 一定好好干 放心 还真的 不错 不错 难心 哎 刚才怎么回事啊 看他太嚣张了 玩着看 爸 你看看他俩 在家宴上胡闹也就罢了 这这么多人 你浓我浓的 简直双风败俗 够了 你们闹这一出 不就是想逼迫我嫁给陆少吗 实话告诉你们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是不可能嫁给陆少 这由不得你 陆少 你答应 你只要嫁过去 就给顾家八百八十八万的财力 这婚啊 你必须结 所以 爸 我就是你明码标价的商品 为了顾家的利益 你做的新生长是吧 这婚 你必须结 伯父 是不是只要有八百八十八万财力 你就能让弱雪嫁给你 不错 你只要拿出八百八十八万 就说明你配得上我的女儿 爸 你这不是为难私眼吗 哪有 第一次见面就问人要财力的 天仙 我诉讼八千八百八十八万财力过来 不快 女儿 这小子 不会真用钱吧 这以后顾家的竞争权 不会要给顾人选了吧 妈 这吹牛谁不会啊 他也就是装装样子 我看人的眼光你还不知道吗 小子 你要是能送出八千八百八十八万的财力 我跪下叫你一声爹 等一下 你最好记住我的方法 可你如果送不出来 你跪着从酒店爬出去 怎么样 可以啊 我可等着你叫我爹呢 乖儿子 你 别闹了 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相信我 一定给你掌励 小子 十分钟过去 你的彩礼呢 原来王爹彩礼到 请顾小姐请点 顾小姐 是哪位顾小姐啊 还能是哪位顾小姐啊 一定是我们家瑶瑶啊 这一定是阿强送来的彩礼吧 对啊 我刚才听他们说 是什么天王殿的人 一定是天王殿的人 看出阿强的能力 给我准备了彩礼 阿强 你对我真好 竟然给我准备了这么大的惊喜 这些彩礼不是我准备的 我要是有那么多钱 怎么还会去顾瑶 那个 瑶瑶 伯伯伯伯伯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们喜欢这个惊喜吗 满意满意 你这个惊喜 阿姨肯定很满意 是不是当家的 阿强啊 你有心啦 小强 你确定这个彩礼 是你准备的 废话 没看到这是天王殿的人吧 不是给我准备的 还是你准备的 好 他个点子 连我们少主的彩礼你也敢冒灵 少主 你说他是天王殿的少主 混账东西 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天王殿的少主 阿强 你没事吧 这怎么回事 你是说丝眼是少主 这些彩礼都是给顾若雪的 没错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少主跟顾若雪小姐准备的 妈 你没事吧 我的天啊 这些人是他叫来演戏的吗 怎么还冒出是少主了 冒了什么情况 顾若雪 你男朋友真的是大家天王殿 少主吗 你这个爸 我 伯父 彩礼现在已经到了 我可以娶你女儿了吗 可以可以 哎呀 若雪能嫁给你呀 是他的无忌呀 大家还没有忘记刚才的怎么办 某人夸下海口说要喊我爹了 爹 以后你给我老实顶 再有下次我绝不扔你 我再补了 这些彩礼真的是你的呀 赶紧拿走还不要 怎么 你说怎么了 咱俩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 赶紧拿走 好好好 都听你来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对了 以后什么陆少张少的 就别给若雪雪烧了 我会什么方案 我 王家的 他男朋友难道真的是天王殿少主啊 可 可 我 那个人一看就出屌丝 他一定是在演戏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我是你 做的临时男友啊 他们都是我同事 过来 逞场 同事啊 想不到你们公司干这个的还挺多的 嗯 诶 等一期 喂 什么 你才是我租的男朋友 那 什么 你才是我租的男朋友 那 他是 啊 你不是我在网上租的男朋友啊 那个 他可能是系统出了点问题 你看 咱俩还配对什么 嗯 其实这个假戏真做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家里人才无解惠 互帮互助嘛 嗯 你少跟我嘴皮 哎呀 顾若雪 是谁啊 他是谁啊 他是谁啊 我钱男友 对付钱男友不正常 叫做 哼 怎么 被我甩了以后就找到这样一个货子啊 实在不行 我也不介意 还回来继续做婚女朋友啊 老公 我不同意 好 行 啊 回来这是做小的 你才知道 这还差不多 天涛啊 还是那么会往自己脸皮肩 这说起来呢 我还应该谢谢你 要不是你到处出鬼 我也不至于这么快甩了你 说不定也就遇不上我现在这么好的男朋友 撕眼了 若雪 你呀 就是嘴硬 这点 还真要像淩语多许 喜欢我单手开宝马的样子 就直说 我就喜欢这样坦诚的女孩了 对 老公单手开宝马的样子 最帅的 单手开宝马 不了解 若雪 你年龄也不小了 怎么还玩宁愿在单车上笑 不愿在高马里哭这一套呢 哎呀 你看看你男朋友这群专业 她是在奋斗三十年 连个宝马的车古日都买不起 前头 看不起谁呢 姿爷 把我的车都拿来 来了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是谁呢 你开的什么好车 这车不是你的吧 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啊 来跟你废话 四爷 我们走 哎 等等 开宾历 你给我说你没有司机 你这车 八成是租的吧 哼 我司机请假了不行了 再说了 我车是不是租的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再缠着我就行了 走 哎 若雪 相见也是缘分 这样吧 我请二位吃个饭 赏个脸呗 真稀罕你的饭 咳咳 咳咳 这个若雪 刚才我在商人都没怎么动快 现在肚子都在对我 要不就一起吃个饭吧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若雪 你男朋友都这么说了 请吧 车是租的 哎 那些宝宝也不见 也是租的 会不会 这个男朋友也是租的 哎 这天豪酒店的包厢 最低消费是五万元 嘿 若雪 你跟着这个穷鬼 怕是一辈子都吃不上这样的饭菜吧 天涛 我们两个的事呢 就不用你费心了 不实好歹 来吧 香巴佬 点菜吧 你嘴巴放干净点 哎呀 若雪 你男朋友都没有吱声 你激动什么呀 听说蔡先生最近来你们酒店 是真的吗 蔡先生确实是我们酒店的 不过他是我们的顾问 不做菜的 没关系 林天集团自作黑卡 你就跟蔡师傅说 今天钱涛少爷大驾光临 让他把拿手好菜都上上来 哎呀 若雪 没想到啊 你男朋友还蛮食食物的嘛 都学会抱大腿了 尽管上菜 我买单 好的 哎呀 虽我还以为他们租赁服务好呢 结果一点吃的就显出原形了 气死我了 怎么样小马佬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吧 这味道还行 就是跟豪亭酒店比的话 还差点意思 豪亭酒店 那可是跟各国王室做菜的地方 小马佬 没看出来呀 你还去那吃过饭 说不定呀 是在里边当服务员的时候偷吃的 哈哈哈哈 哎 这就说通了啊 不好吃你也吃这么开心 这好不好吃不都是香醉的吗 也就这些东西 将就一下 蔡先生他已经五年没有亲自相处了 他做的菜那都是吃一次少一次 来 你尝一块 怎么样 真的好吃啊 没陪你吧 哎呀 舒坦 结账 不好意思各位 三本菜丝先生刚才说 想要进来跟各位进杯酒 请问可以吗 三本菜丝 是那个樱花国的厨神 是的 快快请他进来 老公 老公 山本菜丝是谁啊 山本菜丝 那可是全世界排名前五的厨神 国际之名 据说只有各国权贵 才能吃上他做的菜 哎呀 我今天真是太有面子了 老公 你真厉害 山本菜丝 蔡先生 山本先生 您真是太客气了 四眼先生 感谢您来品尝我做的菜 万分有心 手艺有进步 请您 是 感谢您的跨点 我这就退下了 哦 老公 这是什么情况啊 小子 你跟山本先生认识 认识 他以前是我的私人厨师 这张本作我给我菜的 后来我见他厨医一直没有上去 他就安你死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你可真能吹牛啊 山本先生 那可是金花厨神 他要给你当私人徒兴 我全套名字倒过来写 先生您的账单 五万二才行 先生您少总的 什么 五十二万 你们算错了吧 一顿饭怎么可能吃这么多钱 钱先生您刚才吃的是 山本先生亲手制作的黑金套餐 原价单人餐二十六万一本 五十二万已经是打五折以后的价格了 五十二万 五折 饭也吃完了 您走吧 站住 你不许走 怎么 你请客 难道还要我们买单 小子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故意点这么贵的套餐 故意坑我是吧 坑你 钱套 你别不识好歹 在龙果 别人想请我吃饭 不是 我看起码得花五百万一至少 今天你才花五十二万 已经是张罗洛雪的狗 你小子吹牛吹上天了吗你 我特意讨厌别人说我吹牛 说了 赵总好 少主 对了 我的司机有很多 但是能让我亲自为他开车的 只有一个人 让他们买完单再负 你们公司还真是神通广大呀 连樱花国的初神都能帮你们演戏 有钱赚吗 干嘛不帮 还有那个经理 也是你们的人吗 啊 我就说嘛 我不过就付了一千块钱 怎么可能你们请那么多群演来演戏 啊 原来你们公司是这么赚钱的 不过这次钱涛 可要被你们坑惨了 不一定 52万就能让我记住他的名字 他不亏 还在这装呢 不过 我还要付你多少钱啊 新客户优惠 这次延时费用就免了 这么好 我们公司最近出了一个 888元的包月套餐 不过只能线下办理 要不要试一下 888 这线下笔可以啊 给我办一个 小本生意 谢绝赤赵 好了 我家就在前面 我就先回去了 不用送了 好 有事找我 随叫随到 拜拜 拜拜 少主 您今天是玩开心了吗 还行 开心就行 只要您开心 我就不白被总的大人嘛 行了 回去给你发奖金 谢谢少主 对了 帮我查一下顾家还有顾若雪 还有顾若雪和陆子豪的婚约 婚约 少主 您是帝国首富 又是灵天基本总定 而且是天王殿唯一寄订我 敢跟您抢女人 只要您一句话 我就马上带人灭了他什么路呀 别平了 开车 来啦 来啦 谁呀 若雪 是我 刚阿姨 呃 现在已经这么晚了 我都已经休息了 您有什么事吗 若雪 阿姨知道顾家对不起你 阿姨也对不起你 可是现在只有你能救顾家 阿姨求求你 救救顾家吧 小剑 小剑 剑让我如此低谈吓死的求你 等陆家的财礼钱到账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让你救好 我救救你 我救你 我救你 与我救救你 我救救你 其实你爸他也是有苦衷 他没有什么苦衷 你妈病重 你爸离开你妈 并没有抛弃她 她是出去四处借钱 为治你妈的病 但也没有留住你妈 还欠了一屁股债 公司都要快破产了 其实你妈已经走了 我就看中她一片痴情 所以拿自己的钱 帮她把公司渡过了难关 只要你爸才尽快把我取进门 那为什么你嫁过来之后 爸爸就对我不闻不闻的 傻孩子 我毕竟是你后妈 你爸如果对你的爱表现出来 我也是个人 我也会吃醋啊 再说了 他对你不闻不问 是对你的保护 前错完错 都是阿姨的错 那你刚才说破产又是怎么回事 终于上套了 其实你爸这么多年 之前的钱一直没有还清 这么多年努力还款 也只是让之前的空隆 没有越来越大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这我还是没有还清 股价快被拖垮了 那我怎么才能救股价 其实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了 陆家大少爷陆子豪看上你了 他说只要你愿意嫁给他 他就可以给我们888万的彩礼 所以你们就打算把我卖了是吗 阿姨也想让你嫁给爱情 但是 你爸为了这笔钱 头发都已经发白了 还有一点办法都没有 不然 阿姨也不会跑过来求你 你就看在你们父女之前的份上 帮帮你爸 我答应你 董事长 这太过分了 这陆家和顾家 太不是东西 我们找个机会 把他们练 再等等吧 这件事 要自有福祉 妈 怎么样 怎么样 老娘出马 哪有搞不定的 好 这个小贱人 还想找人来骗我们 这次啊 一定让他好看 放心吧 明天就要路上和那个小贱人 生米煮成熟饭 伯伯 坐 伯伯 伯伯 若雪 你们来了 陆少 果然是一表人才 人中龙凤啊 伯伯伯伯 您太客气了 顾家主 您叫他小豪就行了 那 这位是 陆少的父亲 咱们龙国商会的会长 陆锋先生 哎呀 您的大名 如雷万耳啊 天家 都自己人 别这么客气了 好 若雪 这是小豪的父亲 快叫伯伯 伯伯 以后你就是儿媳妇了 都自己人 不用客气 小豪啊 伯伯 若雪怕生 你呢 就把他在房间里去 去亲人亲手 我们大人呢 就不打架你们了 好了伯伯 阿雪 我走吧 罗雪 真漂亮 你干什么 我们还没结婚 害什么羞啊 我们婚都定了 今天 我就先奄奄吐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 胡若雪 告诉你 你是老子花 八百八十八万 买来的 你知道吗 一会结婚的时候 你再给板子 操鱼子让我生气 我做马愣死你 一会把这 收拾干净 赶紧 我滚出来 什么东西 你干什么 路子豪先生 真诚的帮不给你的喜 以后无论平穷富贵 健康疾病 你都仰爱他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路先生 你愿意吗 我愿意 顾若贤女士 真诚的看着你的丈夫 往后的日子 无论平穷富贵 健康疾病 你都仰爱他 一生一世 不离不弃 顾女士 你愿意吗 他不愿意 顾家 这人是谁啊 之前孤日雪 找的假男朋友 没想到他来这里来了 顾家 我们先来把他赶出去 四爷 上次假装演戏 装什么寿主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 自己跑上面来了 还想不想活了 若雪 你想嫁给他吗 我不想 但 可能这就是我的命吧 那就跟我走吧 我带你离开 呼 这 你算什么东西 就咋想我路架不关 我 叫 若隐 若雪的男 若雪 你宁愿跟着这个你腿子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是吗 说 我不愿意 你这个 走 放肆 敢打我儿子 来人把这个狂毒给我拿下 要干什么 干什么 来呀 打死这队 见故言故 住手 你伤了我还行 亲家 你先别着急 我再劝劝他 若雪 你不是答应再叫给路少爷的吗 怎么现在又反悔了呢 你先别着急 我再劝劝他 爸 高阿姨 给母亲治兵钱的钱 我会想办法还上 但不是以联姻的方式 您就让我走吧 爸 顾和弦 你别叫我爸 今天就是死 也得死在陆家 听听 今天这个婚呢 就算是结果了 顾和弦 以后就是你们陆家的人了 是死是生 可无故家 不再过了 爸 和弦 别怕 让我睡 你怕是不知道 你得罪了什么人吧 我故路两家 联合起来 放眼整个龙国都无人敢惹 整个龙国没人敢惹 你这是赖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好 你现在就尽管接应 一会儿我就要让你知道 我叫求生不得 求死不得 爸 今天这个人 就叫给我 好 言论上不若雪 小子 现在就算你下跪求老也 一会儿我一定会让你后悔到这个世上 希望你能有这个本事 来呀 谁有法杀的腿打断 我看谁敢动 龙国总督大人 总督大人 您能赏脸 光临全子的婚宴 陆某感激不尽 可是陆某还有些家事要处理 不便待客 陆某 我接到举报 你们陆家 涉嫌故意杀人 我来是带你回去调查 这杀人可是犯法的 可真不是个东西 总督大人 你这是污蔑 我陆家 从来都是本分经营 是谁说的 你说出来 我当面和他对峙 当面对峙 你陆风还没这个资格 别怕 今天就让你死一旦 举报你的人 就是我 是你 若雪 其实 他们都骗了你 顾家根本就没有签证 我调查过你母亲的病历 从入院到出院 顾浩她压根就一分一要分的 他们这么说 就是为了骗你和陆子豪结婚 拿到那888万的彩礼 我真是 我竟然还选择相信他们 若雪 这不怪你 是顾浩 她忘恩负义 丧心病狂 不配为人负 还有 陆子豪那888万彩礼 也不是为了取你 而是为了你的心脏 我的心脏 陆锋其实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他通过特殊手段 查到了他心脏能和你匹配 如果换心 他能多活三十 所以他才愿意 花888万 让陆子豪和你结婚 然而动房之后等着你的 就是换心手术 你 你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 你在这儿污蔑我 把人带上来 走 快 他就是准备给你做手术的医生 什么都找 陆锋 现在人症物症俱灾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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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面不知心啊 这家人怎么这样 跟我走吧陆锋 你做梦 来呀 把他给我拿下 陆锋 你疯了 我说龙国冗都 你敢动我 嘿嘿 嘿 你都不让我活了 你也别想活 你陪我一起去死 四眼 现在怎么办 他陆锋 锋了 他手下有密封 你们为什么不动 给他拿下 老东西 你想死你别拉着我们啊 就是啊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使我告诉你陆锋 这个礼堂已经被龙都府的人 团团围囱了 胆敢反抗 就地击毙 男人 带着 不劳定飞食 我们来我们来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他 租的男朋友 怎么样 这男朋友服务 还满意吗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相信 你一见钟情吗 你少油腔滑掉 流氓 本来还想绅士一会儿 既然你说我流氓 那我不得 做是我流氓的罪行 什么催啊 我又不欠你的 你看我干什么 我是因为你无家可归才收留你的 你可别对我有什么歪心思 你不说还好 爱你的欲掉 哎 你要干什么 什么叫歪心思 我是你的租赁男友 这只是履行我工作的义务啊 可是工作的义务里面没有要轻轻吧 可以升级服务啊 升级服务 不会骗我的吧 来 把手给我 现在 可以用了 四眼 我打算 用这些年载的钱买个房子 从那搬出去 啊 我接受 那我们明天 去说我不可能的 你好 两位是要看房吗 是 麻烦带我们了解一下这里的户型吧 好的 这边请 这里的房子 非常适合小夫妻结婚的时候住 采光和配套实施都非常不错 房子面积在80到130平左右 还不错 四眼 你怎么看 有点小 嫌小的话 我们这边有200平的大平层 住一家五口都非常宽敞 而且现在运秽率度很大 一套下来只要500万左右 500万 什么贵 还是有点小 你们这最大的购心多少瓶 先生一看就是中冷凤 果然是货 我们这边还有500平的别墅 活动力度非常大 现在只要2000万左右 一般人都不告诉他 500平2000万 四眼 你住得更大了 没事 先看看 500平还是有点小 还有更大的吗 更大的 你们两位莫不是吃饱了没事干 跑过来逗玩的吧 没有就算了 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下去 更大的当然有 不过一套下来至少也要几千万 这人买得起 四眼 算了 我们没那么多钱的 没钱 没钱看什么房子 是不是耽误我时间 没关系 其实我还有点继续 再说 看房子是带不上 咱们先去看看 先带我们去看看吧 如果房子合适 这提升够你试一辈子 那就带你们看看 这里的房子最低要2000平 看上哪套 自己挑的 我可没时间给你解释 若雪 这里的房子还错 挑一套 挑一套 你买得起 就让人挑一套 哎 姐 你怎么也在这 不要 这不是你那个 农民男好友吗 你们也来买房啊 农民 你们两个有没有素质啊 还这里耽误别人做生意 赶紧滚 我们是顾客 顾客来你这里看房 你就是这个态度 顾客 买得起那叫顾客 买不起 在这装什么呆巴了 赶紧回家好好住你的地去吧 还不赶紧滚 再说一句 信不信我让你马上消失 哎呀 好了好了 说起来 我们能来这里买房 是做费了他们俩的 这样他们在这里见见世面 也没什么 对吧 亲爱的 说的也是 要不是因为他呀 我们还买不起这儿的房子呢 多亏了我 你们这话什么意思 他们能来这里买房 估计是因为那888万的材料 姐 你的农民男朋友真是聪明 不许 放开 你们顾客还真是个无耻 这笔钱里面花的就不心寒吗 突变一个 不是我姐 你配跟我说话吗 你们这里最好的房子是哪一套 小姐 你还真是人中落后 果然有眼光 这好听着在哪 这就是我们万豪地产最大的城堡 占地九千多平 现在打八折 只要一亿三千万 一亿三千万 嗯 这个房子太大了 通勤不方便吧 换个小点了 没关系 我们这里还有 这套我要了 什么 一个重地的在胡说什么呢 这房子可要一亿三千万 你就算是重你的万年地 也挣不到这么多钱 我是不是重地的跟你有什么回事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就是个骗子 几天不见 你本事见者 都敢来万豪的地产撒野了 骗子 我是不是骗子 你快点 就这套房 房场正写固热血的名 放大 老公 我姐这个男朋友 不是在搞笑吧 怎么会有人 也自己做骗子 今天啊 我算是欠了事 你这个姐 还真是奇品 先生 我们这里的是 一亿三千万 不是一百三十万 可听清楚了吗 少费 赶紧刷 木木姐姐 不是好 姐夫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要是一会儿让人家白炮一荡 我怕你要被人家叫的保安给轰出去了 我自己的事 就付老二位费息吗 还真是不是好 万豪集团可是龙国最大的地产商 黑白两个老公司 你耽误人家走生 你小心 哪天走到街 被人打断两条腿啊 是吗 这样 我还挺好奇 他们老板是什么了解 不见黄和不死戏 老公 我们就在这里看着 看他怎么收场 刷上了吗 先生 我们没有刷你们的卡 听到了吗 废 你的那点把戏 在这里不够用了 您误会了小姐 我们老板看到这张卡 就说 要送给这个先生 这是您的房本 已经按照您的要求 写了过学的名字 请您收下 什么 你们老板不是在开玩笑吧 今天可不是愿人节 一亿多的房子 说送就送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们老板就是说费用不取 送给这位先生 这是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也许是因为他们老板觉得我 长得太帅了 罗姐 房本 9000元的房子 是还小了那么一点点 不过一个人入屋 也差不多够了 这不会是你公司的道具吧 怎么可能 这个房产公司老板认识我 他知道我是大厦军神 天王少主的唯一继承人 所以就把这套房送给我了 说人话 我之前救过这个地上公司来把命令 他为了报道我的恩情 所以送我套房 怎么了 看不上了 不是 这房门太贵重了 人家不可能平安 有故事的东西 一定是一个理由做不报 可能咱们现在没什么所谓 不过人家 你懂我意思吧 不是 哎呦行了 九千平的房子 打扫了把扫不过来 给你还人家吧 你做饭一下 明确我们的选择 你三千万 都是给来的真的假的 妈 这是千真万确 难道 顾若选那个男朋友 还真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不可能 今天在开发商那里 连销售都看不起他 骂他是土包子 他都没说什么 他要真是个大人物 早就打那个销售的嘴了 也是 那就是个骗子 顾若 刚才你说 那房产证上写的名字 是顾若写的 那是真的吗 爸 这是我跟上墙亲眼所见 怎么什么好事都落在 这个小婊子身上 老婆 我现在已经有办法了 当家党 什么办法 如果顾若选 嫁到国外去 那房子没有人打理 那最有权利住进去的 是谁啊 当然是我们了 可是 我们刚骗他嫁给陆家 现在就给他安排婚约 他会去呢 婚姻大使 由不得他 正好 龙城金家的少爷不是喜欢顾若选 他说 如果顾若选嫁给他 他就给我们一份 灵天集团酒会的邀请函 我们既可以得到一亿三千万的房产 还能够和顶级的金家街上友谊 还能参加灵天集团的酒会 这不是一亿三千万的房产 当下的 我这就把那小表的叫回 嗯 爸 叫来干什么 陆罗选 这就是你对长辈说话的态度吗 如果你找我来是为了说这个 我就受不奉陪了 站住 今天叫你来 是有一些大事 灵天集团 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灵天集团是龙城第一大集团 顾雅的吴婚夫不就是 灵天集团的分公司经理吗 有小道消息说 灵天集团 已经被一个化国公司集团收购了 什么 后天 新组的灵天集团 要在龙城 办一个酒会 龙国的所有的顶级材料 都能够参与在这场酒会上 灵天集团 会考察龙城各个集团的实力 被看中的公司 可以获得 灵天集团的投资 从此 一步登天 我们顾家 也想试试 您是想让我 参加酒会 你想的美 就你也配参加高端酒会 也不照照镜子 看着你什么身份 那你们叫我来去干什么 我们顾家没有资格 拿到 灵天集团酒会的邀请函 但是龙城金家有 所以你要嫁给龙城集团的大少爷 金涛 帮我们换一份邀请函会 爸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金家大少爷 已经答应我们 你只要嫁给他 他可以让我们 进入灵天集团的酒会 你们还要不要脸啊 前段时间为了888万彩礼 逼我嫁给陆子豪 现在又为了一张酒会的邀请函 逼我嫁给金少 是不是在你们眼里 我就是你们谋取利益的工具啊 姐 你也是顾家的一份子 怎么就不能为顾家考虑一下呢 为顾家考虑 那你怎么不去嫁给他 因为人家金少看不上我 不然 哪能得到你啊 真是恬不知耻 少废话 这次酒会 对于我们顾家至关重要 我们一定要参加 你就做好 跟金家少爷结婚的准备吧 不可能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除了他 我谁都不嫁 就你的废话 也可以给金家少爷相提并论 姐 你不会真的被这个废话给云准了 他除了会说大话的本事 哪里比得上金家少爷 四眼他再不好 也是我喜欢的 够了 不如雪 这是顾家的罪名 你必须不通 欠顾家什么 想要领依 你们自己去 四眼 我们走 站住 今天 你敢跨出顾家一步 我就把你赶出顾家 好啊 能和你们这群人渣败类断绝关系 我求之不得 好你个顾若雪啊 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 但是 你不在乎你妈妈 好 你要干什么 你要不嫁给金少的话 我就把你妈 足处足腹 把她的腹灰 遇到 你患者 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 就凭 我是一家智掌 我有权决定 每个人的命运 家族智掌 先是卖女儿不成 现在竟然还敢拿妻子的骨灰威胁 秦寿不如来形容你 都侮辱了这四个字 放肆 这是我家的族费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插头 不就是想要一张邀请函吗 我给你一张就要省了 省得你在这里装模作样 这可是我们顾家都拿不到的邀请函 就你个废物 也能拿到 四眼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不用查过去 没事的洛雪 反正我也看不惯他们这副嘴脸 如果你能拿到一张邀请函 那我再不过问你们俩的事 否则的话 朱若贤 就要嫁给金上 真够恶心的 不过 区区一张邀请函 我给你就是 免得你添拿家族主长的身份来恶心我 送一张明天集团酒会的邀请函 到顾家 邀请函马上就会送到 我们可以走了吗 你个废物 你当我们都没脑子吗 没有人让邻君回家临时送了邀请函 你小子少在我们家忽悠我们 别人不行 不代表我不行 姐 你这个男朋友真是不舒服 既然你这么自信 那就在这儿抵护吧 等邀请函送来了 你再整个 送你别在天后 这些可怎么办啊 怕什么 等就等呗 你先坐着 废物就是废物 一点规矩都没有 再没有规矩 也比你们动辄卖儿卖女的强吧 牙筋嘴利 如果邀请函送不过来 我看你怎么收场 当杂的 你这次可看好了 别再让那个废物把我们给欠了 放肆 谁敢闹出零天集团的人 郭家主 邀请函你送他 请你及时谈论 爸 这邀请函到底是真是假 你怎么证明 这邀请函是真的 非要见到邀请函的是你们 现在见到邀请函不信的还是你们 要证明这位很简单 你们打个电话给酒会孙伦人录像 说的简单 我们上哪找到临天集团 酒会孙传人的电话 这邀请函上面不就写着吗 这邀请函也是你找人送来的 万一这电话也是你找人 留着自缘的电话 万一我们被拦在酒会外面 丢的可是我们附家的脸 那不就更简单了 我敢找人假冒 临天集团酒会孙传人 临天集团是不会放股 到时候你们不就更少说了 我们明天一定继续参加 打扰你了 这邀请函应该是真的 当家的我还是不放心 这小子已经不是骗我们第一次了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你还要我怎么样 简单 到时候酒会你们也去 如果我们进不去 有你们好看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行 那我们就后天见 若雪 我们到 四爷 那邀请函到底真的假的呀 其实啊 临天集团就是被我收购的 我现在就是他们 临天集团的董事长 我亲自打电话 他们当然照顾 你再胡说 好吧 那个邀请函 其实是我委托公司的人伪造的 啊 那你还敢乱说 到时候他们要是进不去 又要来找我们麻烦了 怕什么 那真的假的重要吗 反正我到时候有办法让他们进去掉 那这万一又是进不去呢 若雪 相信我 没事 怎么还不来 当家的 这邀请函 不是假的吧 再等等吧 哎 来来了 在那边 他们还真敢来 看来这邀请函是真的 我们进去 哎 妈 不等等他们了 你傻呀 这邀请函是真的 等他们干嘛 跟我们丢人现眼吗 对 爸 妈 我们快进去 走 你好 这里是林天集团准备的酒会 请出示你们的邀请函 不好意思 你们不能进去 这废物敢骗我们 怎么还没进去啊 不愧是在等我们 你个废物 竟然敢拿假要假骗我们 你这是个畜生 顾若萱 这都是你干我的好事 让我们顾家 丢这么大的脸 爸 还不是因为你非要逼我嫁给金少 他们没办法 才给你一张假的药件 你还有理了你 你这不止廉耻 不止廉耻 不止廉耻 急什么呀 我带你们进去准备好了 哟 这不是顾家人吗 哟 金少 你们顾家 不是拿到邀请函了吗 怎么还不进去 都怪你个废物 拿个假的邀请函骗骗我们 你看金少 我们来都来了 你能不能带我们进去 带你们进去也不是不行 不过 我提的要求 你好像还没有做到 完成 现在就完成 小贱人 现在就得来分手 立马给金少 闭昆 不可能 这由不得你 当初打赌的时候 你也在旁边 要怪 就怪你的废物男友 拿假邀请函 来不赖我们 谁说这个邀请函是假的 把邀请函给我 我试试 白痴 我们拿着进不去 你拿着就能进去吗 帮我们当傻子吧 就是 把脸送给人家山 真是个白痴 你们进不去 不代表我进不去 顾若雪 你看清楚 你这个男朋友 除了脸皮后 还有哪一点 给我钱 金少 请你自重 思念有时候 就算会撒谎 那也都是为了帮我 帮你 有能力才是帮你 没能力 就是累赘 今儿我看看你们 顾家 可以怎么进去 那如果我进得去 我跪下给你叫三生爷爷 好 记住 真是个贱人啊 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请进 怎么可能 这个废物 怎么可能我真的要起来 怎么 金涛少爷 这是不打算旅行赌约 狗急跳墙了吗 过来 现在的浪金 咱们赶紧进去吧 不用在这废话 算了 不履行就不履行 我也不稀罕你这样的孙子 格璇 我们走 你 你不是说那个邀请函是假吗 邀请函是假的 不过那个保安是我以前的同事 哦 快不得 他刚才没看你要起来 直接又让你进来了 初位 我有句话要说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酒会的重要性 可却有一个废物 偷偷摸摸混进酒会蹭吃蹭喝 拉低我们整个酒会的层次 金少 是什么人这么不要脸 来灵天集团的酒会上蹭吃蹭喝 对 金少 你就说出他的名字 我们先把他赶出去 就是 这灵天集团的酒会 绝不允许有人浑水摸鱼 至于这个人到底是谁 就得问农国第一美女 顾若雪小姐 废 出来了还丢我们顾驾的人 金桃 少在这搬弄吃飞 死眼是我带来的人 凭什么没资格参加酒会 凭什么 顾若雪 你不会真以为他一个乡下来的 就有资格带你参加灵天集团的酒会了吗 什么 乡下来的 这个废物 不仅伪造了酒店的邀请环 就连身份也是假 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你一个男友租赁软件上的演员 演员 竟然跑这种街杯酒会上蹭吃蹭喝 简直是太不要脸了 就是 这不是侮辱我们吗 还不快滚 真怎么着被我们丢出去吗 丢人现眼 竟然找个演员做你男朋友 把我们顾驾的人丢完了 郭老师我宣布你现在已经被主持顾驾了 从现在开始你已经不是顾驾的人了 带上男友滚出去吧 主持就主持 谁愿意待在这个破底里 四爷 我们走 没关系 想把我们赶出去 他们还没这个词 还在这说大话 你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废物 农村人怎么了 农村人吃你家大米了 再说 我是个演员 那也不影响我身份高贵 来参加这个酒会的应息 身份高贵 你是想笑死我们吗 你个臭演员 怎么敢在我们面前提身份这两个字 说到身份 我最差的身份也是哈佛大学的特邀教授 来参加这个酒会 那也是绰绰有余了吧 哈佛大学 四爷 你吹牛钱不打草稿吗 谁不知道 这三年 只有一位龙国人成为了哈佛大学的特聘教授 我说明一下 这个人就是我 英文名 Jackson 你说是你就是你 你不知道 哈佛大学的特聘教授 名单都是公开的吗 查到了 杰克斯 哈佛大学特约教授 仅有五年时间 就将一个普通家族 带领到了世界首富的位置 被称为世界上最有魅力的男人 我这里也查到了 听说白宫总统过来让他成正 甘心退让衔 但是他拒绝了 米国总统说 这是米国最大的损失 不可能 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 这个杰克斯 这么厉害 可惜 远往都查不到他的照片 没照片 我知道了 他一定是提前做了功课 找了一个没有照片的人 来说是自己的身份 他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土鞭 听说过 狗急跳墙 这疯狗咬人 我还第一次见 小子 你别太得意 这次酒会的主办人 唐先生 也是哈佛毕业 到他来猜穿你的身份 你就和沐家人 一起滚出去吧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这里怎么这么热闹啊 唐先生 您来得正好 这里有个人 他冒充是哈佛大学的教授 我正准备赶他出去呢 诶 教授 您怎么在这里啊 我来 当然是来参加您举办的教会 这个想法不错 下次可以继续 我这些微末伎俩 都是跟着您学习到的 唐先生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他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废物 放肆 你怎么敢对司先生不敬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 给司先生道歉 什么 让我给一个废物道歉 不可能 还敢猖狂 来人 唐总 你现在别急 就算他那身份是真的 跟着他入场 居然也是假的 唐总顾佳 根本就没资格 来参加这场酒会 顾佳 你在教我做事吗 把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给我丢出去 是 唐总 你听我说话唐总 唐总 这位就是师母吧 唐总您好 我叫顾若雪 您叫我名字就行了 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龙国第一美女 真是久仰大名 您和教授还真是狼才女貌 先生一对啊 唐总 您跟我讲了 顾小姐有没有打算从商 我之前跟朋友开过一家公司 叫云若雪传媒 不过规模不大 也没有什么名声 估计您都没有听说过 顾小姐既然和教授交往 那公司未来毕竟大有前途 不知道介不介意 我来掺和一脚 当然不介意 好 各位 下面我将进步结果 经过我们的考核调查 决定 将对顾小姐旗下的云若雪传媒 进行投资 大家鼓掌 能得到零天集团的投资 这云若雪传媒 怕是要起飞呀 就是 不过这顾家 也是够倒霉的 刚把顾若雪逐出家门 就发生这种事 当家的 你快就给他说说 投资我们顾小姐的公司 强一万倍 达总 我是顾若雪的父亲 快闭嘴吧你 三分钟前 你才把顾若雪赶出家门 现在又舔着个脸来 要好处 真让人恶心 顾若雪 这也是你的态度吗 过后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顾若雪 你别后悔 别忘了 你妈的骨灰还在我手上 你无耻 真的 我们已经决定 投资云若雪传媒 那 顾若雪小姐 就是我灵天集团的人 你敢威胁灵天集团的人 不敢 是想让顾氏家族 都破产吗 不敢 不敢 以后再让我听到 你威胁顾若雪小姐 我让你吃不了 兜着走 不敢 不敢 四爷 今天的酒会 到底是不是你安排的 既然瞒不住了 那就承认吧 我就是哈佛大学的特邀教授 世界首富斯嘉的少主 同时 我还是大夏军神 天王少主的唯一继承 就了 灵天集团也是被我收购 够了 到底要骗我到什么时候啊 你怎么去证明 行 承认 其实我就是个屌词 那个唐子画是我之前一个熟人 够了 你为什么从头到尾都在骗我 你就不能对我真诚一点吗 姐 咱们的作业已到 以后 你我俩不想起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都结束吧 若萱 喂 月 什么 你要撤资 等着我 我马上来 哎呀 先生不好意思 把衣服弄脏了 放身衣服 月 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洛雪 我爸赌博欠了别人几百万 我现在急需用钱 要不 你就把我在公司的股份全收购了吧 我只要三百万就可以了 三百万 这是我手里所有的现金了 若萱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你不会不帮我吧 月你放心 我一定帮你 我给你转啊 他的股份你最好别买 你怎么来了 若萱 他是谁啊 啊 我的一个朋友 这个卡给你 你们公司正在融资 他却突然要套现 傻子都看得出来这里面肯定有了 你别胡说八道 若萱 你别听他的 月月 放心 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有困难我肯定帮你 不短短 我这个给你转发 谢谢你 记住跟你说的话 还有 留言一点 因为我近年可能还能当上你什么样子 转不去了 月月 你看一下收到没 啊 收到了 不过顾若萱 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这么吵 那个 这话是公司 陈总 进来吧 哈哈哈哈 若萱 陈涛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代表林天集团 来拯救你们公司啊 陈涛 你个卑鄙小人 竟然还敢出现在我们眼前 顾若萱 请你注意你现在的态度 我现在可是你 唯一的救命道法 难道这小子 就是天线安排来送钱的 看起来不靠谱啊 他是我们公司妙小 没缘跟林天集团合作 你还是请回吧 云柔雪集团 现在账户上应该没多少钱了吧 百十号员工还等着发公司呢 屁员 你们两个竟然喝起火来骗我 你还不算太蠢 陈总答应 只要我把你手里的现金全骗出来 等融资完成之后 我收了多少股份 他就不给我多少股份 白给了钱 为什么不要 胡柔雪 你现在公司账上应该没有一分钱了吗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来来来 你跟我说说 这意味着什么 你个送外卖的 大夏天 穿得臭轰轰的 东西要是送好了 现在给我滚出去 赏在我面前碍眼 不就是件衣服吗 刚来的太着急了 没有 你出去 若雪 没事的 这件事交给我来摆平 你摆平 你拿什么摆平 他现在公司账面上一分钱都没有 所有项目在十分钟之前已经被全部叫停了 现在只要我踏出故事 十分钟之内 他就会接到各大银行平台给款电话的轮番轰炸 故事就等着倒闭吧 你放心吧 如果我在公司不会到 合同给我看看 你个臭送外卖的 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林田集团的量子精品 你也被看我们林田集团的合同 信不信我让你在龙国寸不耐心 你个帅送投资 合同给我看看 我来代表顾总和离开 你小学毕业了吗 还来看合同 行行行 我就让你看看 等一会儿 如果你还是实在确定不了 老子就把你从这六十六楼丢出去 哎 竟然敢撕就卖集团的合同 他妈的竟然敢撕了合同 找死啊你 那后面没有啊 林田集团可是我们龙国最大的财团 掌握着天下一半的财富呢 不是咱们这种公司能得罪得起的 这样你赶紧走 剩下的事我来处理 你是在担心我吗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问这种不聊的问题 赶紧走快点 走 谁都别想走 我再次问你 你要么牢牢实实做文的女人 要么这个送外卖的 现在红光六十六楼跳着院 陈涛你别气着开事了 我是林田集团的人 你们公司 现在除了我 谁都帮不了你 你不就是个林田集团的项目经理吗 照着林田集团作威作福 还挺嚣张的你 你疯了吧 林田集团门口的保安都是不可高盘的存在 更何况陈总是身价千万的高层 你一个送外卖的 你敢瞧不起陈总 也不知道 是这项目经理厉害 还是林田集团的董事长厉害 也好 我听你这话的意思 你是林田集团的董事长了 没错 我就是林田集团的董事长 你胡说什么 这事真有意思 一个臭送外卖的 竟然说谎说自己是林田集团的董事长 你要是不信 把你们总经理叫过来 你一个臭送外卖的 还想见我们总经理 冒充我们林田集团的董事长 败货我们林田集团的名声 今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至少 陈涛 我们公司内部矛盾 我们自己解决 你怎么解决 就靠你那点悲准车亲 就想妄图拯救你们公司的资金的洞吗 不好了 郭总 咱们公司账了的钱都没有了 都被员工自然到着辞职了 说我们公司不发工资呢 什么 一直稳定员工情绪 公司的事我来想办 外面一百多好人不太好搞吧 还有人把这东西放到网上了 这都上热搜了 说咱们云若雪公司 是个黑心公司 压榨员工不发工资啊 郭若雪 只要你答应和我在一起 我不仅可以给你投资 让你渡过难关 还可以让你和灵天集团 搭上关系更近一侧 你看这样 怎么样 不错 我郭若雪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 今天这事 要不是你跟孙岳设计 会变成这样 我郭若雪就算是拓长 也会让你们这种小人得丑 好 现在是我愿意帮你 等一会儿 等我耐心耗尽 我就没有这么好说话 沐若雪 我劝你别不是好歹 你公司现在资金链断裂 这个时候 没有人会给你投资 除了陈总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 若雪 相信我 这件事 我会给你个交代 我不是让你派人送钱过来吗 怎么来了个小罗罗 说是灵天集团的经理 仗着这经理的位置 让我作威作福 说让我在龙国混不下去 怎么办事的你 顾总 怎么有个送外卖的 在这儿捣乱呢 是我急糊涂了 怎么会相信一个外卖员的话 李副总啊 你们公司 现在水深火热的 我相信没有人 现在在这个结果眼上 愿意去点外卖吧 这个屌丝 就是故意来捣乱的 不行的话 把它从66楼 丢出去 这 小陈啊 你要是现在道歉 老老实实的离开故事 这件事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你哪来的自信啊 还敢冒充我们 林天集团的董事长 送外卖送傻了你 小心我把你 从66楼丢出去 你们几个不好工作 超什么 总定 你来了 不容先生 孟如先生传闻 可是林天集团 那很难受的 孙冬 我是让你来送合作的 你干什么呢你 这点事都办得好 别担心 事情很快就会解决 总经理 本来这件事 已经差不多办团了 但是这个送外卖的 他竟然把我们的合同撕了 什么 竟然把合同给撕了 是啊 总经理 他不仅把合同撕了 还冒充我们 林天集团的董事长 刑西大人 只是让我来送合作 可是没有说 董事长在这 有人经在这 冒充董事长 真是好大的胆子 你说你是我们 林天集团的董事长 没错 是我 慕容先生是吧 赶紧把网上 那些新闻热搜 给我撤 重新理份合同 跟我们顾总签约 自尽一步到尾 你在教我做事 你不是过来 跟我们顾总合作的吗 重新理份合同 赶紧的 我们顾总累了 要休息了 慕容先生 可是我们 林天集团的总经理 你是什么身份的 在这吵吵嚷嚷的 竟然命令我们 慕容先生 做事 我不是让他 少说两句吗 他逞什么能啊 你不认识我 就你小子 也配让我认识 这级别太高 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底下的员工 都不认识我 看来以后 还是要经常 在下属面前露露脸 办事才方便 你是脑子不太好吗 你仔细想想 是谁派你 你个松外败的 竟然打着 林天集团的旗号 装逼 找死啊你 先生 这件事由我而起 合同的事 也是我让他做的 您放过他吧 何雪 你 别输了 冒充我们董事长 当面挑衅我们总经理 我看你小子 是根本没把我们 林天集团看在眼里 今天被我们总经理发话 你哪儿也去不了 慕容先生是吧 不是天蝎让你来的吗 喂 林主管 什么 好 好 我知道了 顾总 我们员工一直在闹 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这卡里有些钱 先拿去 把员工的工资给发了 稳定一下员工情绪 好 我马上就行 你认识我们 这些大总管 不错 天蝎正是我的 得力手下 我看你是 送外卖送傻了吧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总经理 这小子八成事 刚从精神病院里 出来吧 他竟然说 咱们大总管 是他的下属 天蝎真的是 我的手下 你应该说 天蝎大人 是你的下属 我看你是活腻完 来人 是 把这送外卖的 手摇打断 从丢手口 扔 不要 入手 大总管 你怎么亲自来 我让你来处理事情 你是怎么处理的 啊 不是 大总管你不知道 这个臭外卖的冒充 我们灵天集团的董事长 他们集团的河都给撕了 我正在教训 教训 你教训谁啊 你 啊 叫 教训手 啊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谁吗 就是给一百个你 也惹不起他 说过来 这小子 他真的就是来捣乱的 他还撕了咱们灵天集团的 合同呢 你 靠子 你说他把合同死掉 即使他踏兵灵天集团 还能帮你来插嘴 不 我知道错了 我知道真的错了 我告诉 回去以后 把你总经理的位置卸掉 总能没做起 是 大总管 我知道错了 你懂的 不许泄露我身份 是 双主 总算来了个明白事的 这家伙 打着你们灵天集团的旗号来投资 别人不愿意 就要把别人公司搞破产 这就是你们灵天集团的办事方法吗 不是这样的 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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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我也是为了灵天集团着想啊 我告诉你 啊 现在你被开除了 你错了 你不是灵天集团的人 我不能失了这份工作 不能失了这份工作啊 总管 滚开 告诉你 你已经不再是灵天集团的员工了 我保证 你在龙国 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工作 这就是都被灵天集团的下场 把他给我偷出去 总管 啊 我身份的灵天集团造成了 您就是 云热雪上面的 沐热雪小姐 沐总 对吧 您知道我 当然 毕竟您是龙国第一美女 谁都知道 您给我讲了 陆小姐 这次的事情 是灵天集团案 监督不到位 我看这样吧 我愿意用 一亿的估值 来收购 云热雪传媒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您看怎么样 可是大总管 我们公司的估值 没有这么高 一个天就难看中的是 您公司的发展 还有潜力 就当提前下渡吧 好 那就谢谢大总管了 再见 若雪 我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我吧 若雪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 孙月 你还真是够 不要脸的 为了利益出卖 朋友的是你 现在看到公司 股指涨了 回来道歉的还是你 是不是只要 若雪原谅你了 你还要让他 把那些股份 还给你啊 你你个送外卖 插什么嘴啊 这是我们姐妹两个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若雪 咱们两个最好了 你就原谅我吧 好不好嘛 孙月 可说的一点都没有错 朋友这几个钱 那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你就算说破天 我也不能给你的 你要是有什么手段 就应该使出来了 孤若雪 算你狠 给我等着 人三千万的股份 他卖了三百万 这也算是陪了夫人用折兵啊 对了 那个大总管也是你找来的 是 你怎么做到的 我现在和他说我的身份 他肯定当我是水水人 很简单 我就是给林天集团的 投诉部门打了个电话 跟他们说了下陈涛的事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林天集团这么大公司 他最看重的就是形象 陈涛的事 不仅是在给自己谋利 同时还在给公司抹黑 这林天集团要是知道了 肯定不会反过他 说的有点道理啊 哎呀 对了 等一下 你 先别出去 什么 我那边有个 也是吉利的项目 所以我过去看看 别跟着我啊 你 我刚才看到门口 有几十号员工堵着门口 你还是先别出去 我去处理一下 堵在门口 不应该啊 我不是让李有才 拿着我的银行卡 去给员工翻公司吗 李有才呢 他这个人看起来就很不简单 没事 我先去处理一下 你不要急 而且 昨晚你也辛苦了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胡说什么呢 什么时候了 停歇 三分钟之内 把李有才给我抓回来 还有 把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帖子 赶紧给我撤 顾总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我们发工资 公司难道真的倒闭了吗 今天不发工资 我先去告诉你们 那个大家先稍要无躁啊 资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最晚在今天晚上会带一个交代 大家先安心工作不要着急 公司现在一分钱都没有 怎么给我发工资 你自己开豪车 住豪宅 我们累死累活给你工作 结果连工资都不发 你这个黑心老板 到底还挺没有联系 安静 安静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云热血传媒和林天集团 价值三千万的合同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等资金一旦到位 所有员工都能在第一时间拿到钱 天哪 竟然真的要和林天集团合作 如果有人还想离职 我不会走了 但是如果还有人想跟着我干的 薪资会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百分之二十 不停 算了吧 那回顾总 顾总 李有才 我不是让你给员工发工资吗 你跑哪了 我看他多半是跑路了吧 我怎么可能跑路呢 我去银行取钱了呀 取钱 你跑去车站取钱 你个臭送外卖的 你不要胡说啊 你哪个眼睛看到我去车站了 你这伤怎么回事啊 本来被几个小混人给打的 行了 这事先不说 林天集团刚刚投资了三千万 还要你去把工资发了 林天集团真的投资我们了 好 我这就去办 不好了 顾总 咱们刚刚用的三千万被冻结了 现在一分钟都用不了 什么 刚刚一方打电话过来了 说咱们公司资金有异偿 所有账户都被冻结了 我好说歹说 他们才说 让我们等 又没法等到什么时候 怎么会这样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银行的人 没有啊 难道是陈涛和孙悦他们 他俩没这个能力 顾总 怎么这个送外卖的还在咱们公司 你这是我的朋友 不是让你插开话题的 你那意思是 有银行的人故意冻结了公司 你知道吗 对 喂 阮线 若雪 晚上有没有时间参加咱们的同学聚会啊 同学聚会啊 不好意思啊 最近太忙了 没有时间 别急着拒绝要不若雪 这次聚会 咱班首付田亮有会 田亮可是大厦银行田行长的 你公司不是正好遇到问题了吗 他一句话 随时能帮你解决 你怎么知道我公司出问题了 这里呢 我猜到了 电视有个发提 晚上一定记得来啊 看着 自拔三杯啊 好天哥 天哥 你为什么非要让过生血过来 不过生 只能一去 essent 哎呀田總你弄疼我了 沒事 坐幾號來來來來 看你這個狀態 背後屎壞的人找到了 你再出去一下 什麼我 對把門關上 啊好好 謝 能不能再幫我一個忙 說說看 在背後屎壞的人叫田亮 是我之前的同學 上學的時候追過我被我拒絕了 但是他還是有什麼事就騷擾我 他的爸爸是銀行的行長 他有能力動給我公司的賬戶 剛剛電話裡的同學聚會 應該也是他的意思 可能想通過這件事 來逼我跟他在一起 我想 能不能請你再幫我一次忙 做你的護花使者嗎 沒問題 我是專業的 不好意思啊 你來了 好久不見 胡說姐 又下來了 誒 這位是 哦 這是我男朋友思野 這個是楊千 這個是田亮 大家好 你有男朋友了 什麼時候的事 我們認識挺久的 不好意思啊各位 我來齊了 孫月 你怎麼在這 若徐 上次那件事 也是陳濤騙我的 你不會還記我成的嗎 若徐 那件事我們聽月月說了 月月確實有錯 不過他現在都不在你公司了 你就原諒他吧 對啊若徐 咱們老同學之間有什麼過去 就是啊若徐 我知道錯了 算了 這事 我覺得沒發生了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月月 還真是連善被人欺啊 呦 這不是那天那個送外賣的嗎 顧如雪 你怎麼把他也帶來了 送外賣的 是 只不過以前一直沒有告訴你們 大明點點的龍國第一美女 竟然找了個送外賣的當男朋友 顧如雪 你好歹也是身價千萬的女總裁 怎麼會找一個送外賣的男朋友 就是 他連填上的一根毛都比不上 思言他只是現在送外賣 過段時間他就會來我公司 給我當副總的 那不就是吃軟飯嗎 吃軟飯怎麼了 顧如雪有他自己的夢想 他還打拼 我就負責做他背後的男人 這不挺好的 這軟飯吃的 他挺理直氣壯的嘛 思言他有自己的工作 他來公司只是為了幫我 工作 送外賣也能叫工作呀 顧如雪 不是我說你 咱們女人家找老公 一定要找一個能為自己追風擋雨的 像這種小白俩 玩玩就得了 千萬別當真 楊倩 我找什麼樣的男朋友 那是我自己的事 顧如雪 你也不是十八九歲的年輕人 有些事你得想清楚 就像這第一好酒店的包廂 隨便一道菜 他送半年外賣也都買不起 憑什麼跟我們坐在一個桌子上似的 楊倩 姐你這麼不待見我 怎麼走的事 顧如雪 我不是這個意思 來來來 我不說了 我們快點餐 楊倩 先點餐吧 謝謝 你這是什麼 楊倩 我聽說公司前段時間出了點事 現在解決了沒有 還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公司的賬戶資金全部都被凍結了 給銀行打電話 就說要等消息 但是具體等到什麼時候 沒了就靜 這個好吧 田少的父親可是大夏銀行的行長 他隨便一句話就能幫你解決 天亮 我最近確實遇到這問題 如果你可以幫我的話 能不能幫我去問一問 這 我知道這件事沒那麼容易 如果需要錢打點 你說個數 我去給你蹭 若雪 這不是錢的問題 咱們這麼多年老同學能幫你肯定幫你 就是 天亮 你就別賣官司 有什麼話就直說了 行 那我就直說了 你也知道我爸是行長 這件事情 我爸一句話就能解決 但是啊 我爸從小就告誡我 不能濫用職權 我要是給他說幫朋友的忙 他肯定不願意 說不定還會打我一堆 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我告訴他 這是幫到兒媳婦的忙 他肯定願意 就說來說去 你不就是想讓顾若雪當你的女朋友嗎 我告訴你 沒門 你個廢物 這裡有你說話的份兒嗎 若雪 咱們這麼多年交情我也想幫你 但是行長是我爸不是我 你要想說錢 那就趁早擋住 我們就要 全靠近 哎呀顾若雪 這有什麼好糾結的 這小子不就是個臭送外賣啊 他連田少爹一根頭髮都比不上 趕緊讓他滾蛋 送外賣的怎麼了 送外賣的是你家大名了 你對送外賣的這麼大樂意 你也不看著自己什麼德行 憑什麼跟我們坐在一堆餐廳上 送外賣 田亮 這事 你們要是不幫忙就算了 我公司還有事 先走 哎呀若雪 咱們難得居於社會 就是啊 這麼晚了 公司那有什麼事啊 快坐下吧 這樣 我乾了 就當給你道歉行不行 楊姐 你沒事吧 沒事 我再乾一杯 給你道歉 哎 算了算了 別喝了 快坐下吧 快吃兩口菜 解解酒 看樣子 他們是不會幫忙的 怎麼辦 快吃兩口菜 吃兩口菜 吃兩口菜 那我去趟洗手間 吃兩口菜 我也要去 走走走走 我們一起 走 走走走走 對 這個 小子 請你搭我的路 你昏迷歪了 把你的髒手拿開 怪噁心 你是不是覺得有工作水 护著你我就拿你沒辦法 我告訴你 只要我想 动动手指头就能弄死 那你就试试看 看看最后死到底是谁 松手 给你个忠告 以后这智商不够就别耍这些小气量 就你那种东西 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 就你自己觉得高明 疯了 那样 发生什么事了 他想用花瓶砸我 给我躲开 你胡说 明明是你自己把花瓶碰碎了 发生什么事了 田公子 您没事吧 我没事 这个废物 刚才把你的花瓶碰碎 还诬陷受我厚碎 给我教训教训 田亮 你还真会胡说八道 不过你的头顶就是个监控 这到底是谁碰碎的 一看就知道了 住口 敢在我们地豪酒店摔东西 还想污蔑到田公子头上 你这上面就是个监控 你就直接说我是污蔑他 都不看一眼 田公子什么身份 还能骗我们不是啊 我相信这个花瓶不是四眼能碎的 你相信 你相信有什么用啊 行了 这花瓶多少钱 我赔就舍了 你赔 你拿命赔 你以为是几百块钱 就是 这里可是地豪酒店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 能不能赔得起啊 你这土壁 早就说了 你一个送外卖的 根本就没资格来这地 现在好了吧 能不能赔得起 用得着不住你的费心 多少钱 这花瓶 是从清代传下来的古董 是我们老板从拍卖户上买下来的 拍卖价 两百万 两百万而已 我赔就舍了 就当花钱听个醒了 不就是两百万吗 顾肉学 你这个男朋友还真会成你呢 就是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 送一辈子外卖 能不能赔得二百万啊 哎呦 原来是个送外卖的 敢混进我们地好酒店 你真是找死啊你 四爷 这两百万 我还想办法 没关系 两百万 我赔得起 土壁我见多了 但想你嘴这么硬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天亮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 只要他帮你说话了 我就给你一个酒 两百万 这一辈子送外卖都挣不了 这么多钱 但只要你跪下来叫我三生爷爷 这花瓶 我替你 这第一好酒店的经理是我比不住 这瓶子多少钱 也就为一句话的事 不过怎么样 二百万而已 我要是拿出来怎么说 你要是能赔起两百万 这太阳都打西边出来了 你要是能拿出来两百万 我就跪下来叫你爹也 但你拿不出来 就从我跨下村去 什么 黑龙银行 只有身价超万亿的 超级不好才能注册的银行 英伟号0000的黑龙银行卡 到账五十亿元 英伟号0000的黑龙银行卡 到账一百亿元 这到底什么时候 这么个忙 一百亿 这得多少个零啊 你刚才弄碎花瓶的时候 手有没有受伤呀 哎呦 你看这花瓶也不摆点好位置 真是的 回头我教训他们 你说他身份高贵 不可能污蔑我 那现在呢 谁的身份比较高贵 我懂了 田公子 你弄碎花瓶 赶紧把钱赔了 你是不是傻了 他就是一个抽搜外卖的 哪来那么多钱 对 他那个消息肯定是假的 是混了我们的 这弄碎了花瓶 污蔑我的人是你 跟我打赌的是你 赌输了不承认的还是你 田少爷 你真是让我对少爷这两个字刮目相看 你手在这里撞了我嘴 我的衣服 你长没长眼呀 叶月 臭娘们 你敢打我 你没事吧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还敢动手 连是不是男人竟然敢打女人 我就打了 怎么了 你少在我面前叽叽歪歪的 小心老子恋你一块走 侯爷 侯爷 您消消气 这些都是新来地豪酒店的客人 您大人又大量 别人都没来见一声 我给他们一般见一声 我这件衣服你来赔 我挨着一巴掌 你来还哪 我不敢 滚 你站在门口 打住我 把我衣服弄脏了 你说怎么办 你这一身衣服多少钱 我赔给你就是了 哈哈哈哈 我这身衣服呀 不贵 阿玛尼服装设计师 手工制作的 也就500多万而已啊 什么 500万 我没有那么多呀 怎么 赔不起啊 那好说 一巴掌算一万 缺多少 我给你几巴掌 就算是阿玛尼 你这身衣服根本就不可能是500万 就是在敲诈 敲诈 你说对 我就是在敲诈 怎么了 500万 一巴掌也不能少 五百万 否则 你们谁也别想走 大哥 我真的没有五百万 白叔 你这是衣服 西线也能穿 要不然 我给你五十万 咱今天这事就算了 五十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五百万 一巴掌也不能少 天少 我求求你啊 你帮帮我吧 求求你啊 天少 孙悦也是咱老同学 你不是认识人家酒店的经理吗 就帮帮孙悦吧 就帮帮 行吧 虎爷是吧 我看你这身衣服啊 就值五十万 你竟敢要五百万 狮子大开口啊 你又是哪股葱了 敢来我面前装相 我爸是大象银行房长 我告诉你 五十万 这个事就这么算 否则 走 这桥 本来这是五百万 可是 你爸是那个什么 大象银行的行长 是吧 给你个面子 两千万 两千万 一番都不能少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我也认识几个人 可别得寸进尺 你敢威胁我 好 把你的人叫来 我告诉你 这家酒店经理 叫田鹏 是我表叔 我现在的打电话 叫人过了 一会让你吃不了兜着 虎爷 他说他 他认识田鹏 怎么办 既然是田鹏的侄子 是吧 那还是要给 姐的面子 你让他来 你别后悔 我告诉你 我已经给我表叔 发过信息了 他马上带人就过来 表叔 就是这件小别三 离间一国 开口就要赔两千万 我都说了你是我表叔了 他们还不和陈爸乖兄 根本就是不把你放在眼里 小亮 你放心 我倒要看看 他们是什么东西 赶快把田鹏 放眼里 我表叔已经来了 我劝你现在陪你道歉 一会儿说不定 我还能跟你说两句好话 田鹏 你面子很大嘛 都能让我陪你道歉了 虎爷 田鹏 你现在翅膀硬了 都成地豪酒店经理了 那是不是以后 我得孝敬你了 不敢管虎爷 谁告诉你虎爷是 颅火了老大 我就算是地豪集团的老板 也不敢得罪您呢 颅火老大 原来是他 可惜没什么损失 感受我当女人 本来我还准备 收他当首相的 可是 你那侄子 好像 很不服气 废话 你想死 别连累我 这可是龙国的老大 还不赶紧向虎爷道歉 对 对不起虎爷 是我以外不是太山 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不是要收手 没有 我现在就把五百万转给你 现在知道赚钱了 不过 这次不是准备家 可 可是 我也没有两句话 哼 你少废话 我可是知道你的身份 你老爹不是那个什么 大厦银行的行长吗 你跟他打电话呀 我爸也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我们家的钱全都在我这儿了 你他妈的少屁老子废话 拿不出钱来 说把你们几个都废了 说 别我打 别我说 你少废话 得罪了毁 我也救不了你 赶紧去凑钱 天少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 还能怎么办呀 凑钱呀 赶紧花钱凑出来 不然 别怪老子不客气 我这里有五百万 我只有三百万 我最后能拿出二百万 还差一千万 郭尔雪 我刚才让我爸已经把你们公司的金领给紧了 这一千万 你来出 那也只能这样 若雪 这笔钱 你不用出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这种话 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挂掌 谁也跑不了 四眼 都什么时候了 联明志气了 我不适合他们志气 这一千万 确实有 站住 你是想拿你那假盗账的消息去骗我爷吗 你找死吗 小子 你不要秒 别连累我们呀 谁说我要去骗他们 算了 跟你们解释什么 郭尔雪 你相信我吗 立刻收购地好酒店 要多久 十秒 九秒八秒 好 不吃死黄的东西 看来你们还算哪个六了 凑齐钱了没有 老子可没心情陪你们玩车轮战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思叶 刚刚成为了地好酒店的老板 天鹏 他说 他是你们老板 你认识他吗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小子 你竟敢在火焰面前吹牛 你找死啊你 你们信不信无所谓 重要的是你在我的酒店为难我的客人 已经被我拉入了酒店黑名单 现在请你们离开 离开 小子 你信不信 我让你的脑袋 离开你的身体 我已经警告过了 你们现在不走 别告我一会让人动手把你们赶出去 找死 住手 老板 他怎么来了 哪位是斯先生 我就是 老板好 我叫傅大强 什么 他是老板的老板 你真的是地好酒店的老板 如假包换 傅大强 刚才我已经请这几位出去了 但是这口头警告好像没有太大用处 你说该怎么办 老板放心 我懂 傅大强 你敢动我 你不怕我报复吗 傅大强 给你面子叫你成龙城老大 可你敢责对我老板 我今天让你变成斯虎 傅大强 你小子到底是谁 一个你惹不起的人 傅大强 完了 傅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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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讓我公司上班吧 啊 你呢這個人 嘴巴會說 反應也快 腦袋靈光 當販賣員太奇才了 來我公司 我給你護總職位當的主要 護總呢 好啦就說好了 明天走了 明天見 上個季度怎麼會有任何回復 我看你們公司產品不是賣的挺好的 有幾筆款項到現在都沒有收回來 這幾筆款項是你負責的負責 去把他叫過來 好 寶貝你可真 你什麼人 有沒有素質 顧總 向你過去的 下次進我辦公室記得敲門 這幾筆款項為什麼到現在都沒有收回來 顧總 這幾個公司你也知道的有社會背景 他們硬拖著不還 我也沒辦法啊 沒本事直接承認就好了 找這麼多見面幹嘛 混賬 有你說話的份嗎 賭個屁你 好了都少說兩句 李副總 四眼現在是我的私人助理 他的話就代表我的話 聽到了嗎 廢物 你 好啦你也少說兩句 你說這筆錢收不回來 那要是我去把它收回來了怎麼辦 哼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要是能把這賬給收回來 我這個副總給你做 這可是你說的 行了 這事以後不要再提了 打擾一下 你是神經紀元的豹哥 是我 你哪位啊 哦 我是娛樂學山美人 你這還欠他一筆尾款 請你把他結一下 要賬呢 沒錢 滾 今天這筆錢你必須得交 沒得商量 小的 我看你是著死啊 上一個這麼跟我說話的人是很別 他也經常不一樣 不好了 顧總你請找一個助理 一個人去叫賬去了 什麼 他不要命了 就是說嘛 他一個人去 你趕去看看吧 不然一會兒被別人打上錄品了 快帶我過去 那我就不去了顧總我還有事 那你快把地址給我 好好好 老大 我這手腕專門練過的 還可以吧 不錯 還有點東西 豹哥 錢已經打過去了 行 打過去就好 那今天先走了 老大 您有時候再來啊 行 下次 四爺 你沒事吧 沒事啊 要個帳而已 沒有什麼事 怎麼 安心我 沒事了 我就過去跟他們說明了下我的來意 沒會兒就把錢轉過來 根本就沒有為了 以後不能這麼莽撞了 馬上就是要當副總的人了 把你能管賣員的習慣給我改一改 聽見沒 行啊 知道了 少爺夸我手一盒 還讓我以後躲著辦事 豹哥 啥事這麼高興啊 管你屁事 走 吃飯去 李總 這樣不合適吧 萬一 又被別人看到了怎麼辦啊 沒事 今天辦公室 住我們兩個人 嘿嘿嘿 你什麼人 出門敲門 又不能去我辦公室 什麼叫你的辦公室 這裡以後 是我的辦公室了 臭小子 你什麼意思 不光今天早上打個堵了 文筆款已經被我要回來 你說要回來就要回來了 你臉要多大呀 喂 包總 我是 有人說我寫的小禮啊 那筆帳 那筆帳 欠你一點錢 你就把那麼狠的人叫過來 以後啊 別讓我撞進去 包包包包 包包包 小子 你真把錢要回來了 小子是你能叫的嗎 以後叫私副總 不然給你扣工資 現在從我幫事出去 小子 嗯 你 你有種 嗯 李總 那個新來的太過分了 他讓您的面子往哪搁呀 嗯 我饒不了他 親愛的 李總 這 這不太合適吧 哼 只要你幫我把這個事辦成了 我放你三個月的假 公子找花 嗯 哼哼哼 親愛的 這事啊 交給我了 哼 臭小子 一個送外賣的 敢跟我鬥 我讓你吃不了兜著走 哼 師傅總 什麼事兒 師傅總 我有幾個問題想向您請教一下 你有問題可以去問李友才 我不是來幫你解決問題的 哎呀 師傅總 打住 你說話站那兒說就行了 別貼過來 我又不是李友才用你貼著才能說話 師傅總 您說實話太過分了吧 過分嗎 你到底有什麼事兒 哎呀 來人呀 救命呀 來人哪 來人哪 李總 他突然抱著我 我好害怕呀 你放心 我給你做主 臭小子 上班第一天有搶歸他女員工 你等著被辭職吧 你們這樣做 有意思嗎 發生什麼事兒了 顧總 你來的正好 這個小子上班第一天要錢給他女員工 你看都被我拍到了 這照片 看起來不像啊 顧總 你說 剛才他是不是對你同謀不軌了 是 你看顧總 沒有 你要是女生 女人在這方面不會撒謊的 這個人就是個人渣 你趕緊把他開除了 說夠了沒有 啊 李有才 他已經把你做假仗誣陷我的事情全都告訴我了 你就別說了 什麼 你怎麼改笨判我 李總 我 我沒有 做假仗 郭總 我沒有做假仗 那 剛才 師傅總說的做假仗是指 他誣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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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爺 你有什麼要說的嗎 我要說的 好 我可沒動他一根手指頭啊 你知道的 他連你一根頭髮丝都比多 你說什麼呢 我說的是做假仗的事 他全都留在筆記本上了 我去你自己看看 不可能 我都加密了 你還說沒有 李有才 你到底看了多少 小子 你又炸我 這次還真不是 你的密碼太簡單了 我弄了幾次就把它給破解了 李有才 今日之內如果沒有把欠的錢還上 你就等著被起訴吧 這 這 工作半天了 吃點水果 你說我是不是特別意外 怎麼可能 你可是遠近文明的呂祥人耶 可是李有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貪污了那麼多錢 我居然什麼都不知道 那確實是你的毛病 你有時候太容易傷心別了 不過啊 這也說明你比較 善良 而且人品比較好 再說你把這個雲若雪傳媒 從那麼一個小作坊拉扯到現在 多不容易啊 算你會說話 馬上要召開心理發不愧了 這是接下來我們最重要的事 你記得去準備一下 沒問題 那我先撤了 不過雪啊 這個賤人 既然因為一個外賣員 把我給開除了 遲早會後悔的 冰芊 放心 我一定還會回來的 去死吧 那個狗東西 喂 我要解決兩個人 你是什麼人 要你命的人 殺手 誰派你來的 是我 你有財啊 你出來幹什麼 回去 是我付錢給你的 你說話給我客氣一點 還有錢請殺手 看來你吐的還是不夠乾淨 小子 你已經死到臨頭了 現在下跪給我求饶 說不定我還饶你一條狗命 我好害怕呀 不過 誰饶了誰還不一定 給我廢了他 看他還囂張不囂張 等一下 殺手兄弟 跟你商量件事 我們出雙倍價格 你幹掉他 我們一定比他有錢 你看我幹什麼 是我先付的錢 我是講原則的 我是講原則的 這家錢 什麼 那我出三倍 啊 顧我雪 你無恥 啊 還好他們把錢都吐出來了 不然今天就危險了 沒事的 有我在 我一定不會讓你生錢 你我怎麼犯事 雙筆 李友才已經被抓進監獄了 而且他派的殺手 也已經被剿滅了 很好 這段時間私家和集團都還順利 一切正常 這都是您安慰的土當 不過老夫人想見一下未來的兒媳婦 您看 你回去告訴我媽媽 等時機合適了 我會帶孤兒雪去見她 是 品品資料都沒問題了 現在還熱等白熱水系到了就行 我覺得咱們公司的產品 要是讓複製月來代言的話 可能會更好 複製月 你想什麼呢 人家可是知名隱形 她的代言費我可請不起 布總 不好了 怎麼了 著急忙慌的 發生什麼事了 布總 白熱水系小姐聯繫不上了 電話打不通 經濟人也聯繫不上 什麼 這發佈會馬上就開始了 怎麼這個時候失聯啊 趕緊打電話快 月兒實在聯繫不上 發佈會取消 白熱水系小姐 行了 別不打電話 你一個接著一個地打 想煩死我 是你 你 你不是那個臭送外賣的嗎 你怎麼在這兒 我現在可是雲若雪傳媒的副總 連你這種垃圾都能當上公司副總 還真是個垃圾公司 怎麼說話的 你 你閉嘴 白熱水系小姐 真是不好意思 她是我們公司的員工 說話不好聽 我帶她給您道歉 您看這發佈會馬上就開始了 要不您先去準備一下 不用準備 顧若雪 你得罪了虎爺 想死 也別拉上我的 虎爺 白熱水系小姐 您這話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 你們的代言 我 不接了 可是白熱水系小姐 我們是簽了有代言合同的 有合同又能怎麼樣 現在 不就沒用 您這樣是要付五月金的 你少拿這一套來嚇唬我 實話告訴你吧 虎爺都已經發話了 誰敢賣你們家的產品 他就讓人砸了誰家的店 你們公司 做的 或者 雲若雪傳媒的資方可是林天集團 虎爺連林天集團都敢惹 他不要命了嗎 呀 你知道還挺多的呀 不過虎爺現在已經人在國外了 林天集團在國強 好也趕到那兒去吧 林天集團管不到 我管得到 小張 通知記者 發布會取消 發布會不用取消 死眼 現在不是強撐的時候 我們連代言人都沒有 這發布會 沒有辦法正常舉行 虎爺的事我來解決 至於代言人 你覺得複製月怎麼樣 謝謝以後複製月 小子 你也不看看你們公司是個什麼垃圾 你以為複製月什麼代言都接了 就你華度 問你了嗎 你 若雪 你要是覺得複製月合適 我現在就讓她過了 死眼 你別胡說了 複製月可是現在當紅的隱身明星 不可能給我們一個小公司代言的 小張 你去通知記者 他不會取消 嗯 若雪 我可是你公司的複製月 你怎麼不相信我的 這樣 我現在就讓她過來 這邊有個代言 你撿便宜了 趕緊過來 衝我嘴 複製月 馬上就到 你真有複製月電話 別開玩笑了 陸若雪 複製月是何等的身份 想讓他代言的公司從大廈都排到了返國 你真以為他會給你的這種垃圾公司代言 閒赤裸過淡操心 你不如想想你複製月經的事兒 你 五爺 好 我現在就過去 哼 早不取消發佈會 現在 不等著後悔呢 還不開始 這發佈會還辦不辦 就是 這雲若雪傳媒這麼靠譜 各位 請安靜一下 我是白若雪希 今天的發佈會 想必大家也看得出來 出現了一些小狀況 其實 是因為我發現雲若雪傳媒的產品質量有問題 拒絕此代言 在此 我向大家深表歉意 什麼 質量有問題 怪不得拖了那麼久 白若雪希小姐 您毀約應該是有違約金的吧 對 沒錯 但相比於違約金 我更擔心自己代言的產品有質量問題 坑海那些 信任我的人 白若雪希小姐真是高峰亮節 白若雪希小姐真是太感人了 她撒謊 你們的產品沒有任何問題 如果你們公司的產品沒有問題 那麼請問白若雪希小姐 為什麼要冒著風險拒絕你們的代言 就是 你是公司老闆 當然會說自己的公司沒有問題 我證明 雲若雪希的產品沒有問題 複智月 複智月小姐 您怎麼會在這裡 我是來代言的 雲若雪集團的新品也給我寄過一份 我當時就很喜歡 但是那時 白若雪希已經接下了代言 我就以為錯過了 沒想到 白若雪希臨時毀約 又把這個機會給我了 複小姐 對於白若雪希小姐說 產品有問題 你怎麼看 我自己使用下來沒有任何問題 不然我也不感謝這個代言啊 不過 既然白若雪希小姐說了有問題 那麼就請白若雪希小姐說一下 這個問題到底是什麼呢 是我經濟人告訴我 那也就是說 白若雪希小姐 根本就沒有用過我們的產品 我 我 原來她沒用過產品 這白若雪希也太過分了 就是 虧我還把她當女生 這次必須曝光頭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感覺怎麼樣 你別得意 複製月的代表 根本就付不起 是嗎 複製月小姐 今春真的非常感謝您 如果不是因為您 可能我們的新產品 還沒上市就會要折了 不用客氣 要謝 就謝打電話讓我來的那個人吧 謝 那複製月小姐 我們還要付您多少代言費啊 我的代言費是 哼 看著辦吧 你們這種垃圾公司 根本就欠不起他 一塊錢 怎麼可能 一塊錢 那不跟免費的一樣嗎 沒錯 因為我也很喜歡你們的產品 也相信你們的公司 我們成功了 真棒 你們別得意的太早 虎爺說了 誰敢賣你們的產品 他就砸了誰的店 你們現在越高興 以後就越後悔 先看看你的違約金吧 十倍的違約金 你的代言費應該是 兩千萬 十倍是多少 你們 這兩個億 白柔許細小姐 您就等著收我們公司的律師法吧 你能給我等著 哼 這不是大名鼎鼎的影后嗎 今天謝謝你了 嘴上說謝謝 不來點實際的嗎 你這話說的 咱們這關系啊 打住 朋友歸朋友 我千里淘淘來幫你 你要感謝 總得來點實際的吧 這樣吧 你想要什麼告訴我 只要在世上有的 我都給你 可以嗎 我想要什麼 你還不清楚嗎 其實 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就是他 你明知道我喜歡你 還為了他給我打電話 讓我給他產品代言 我到底哪裏不如他了 你知道的 我一直都是把你當妹妹幹 來 叫聲好哥哥聽 去你的吧 這麼晚還會睡 小心會變老啊 沒辦法啊 誰讓我沒有一個好哥哥呢 吃醋了 誰吃醋了 我可沒有請你吃 那就好 一會兒11點不要太晚了 我去隔壁補個教 有事叫我 好 顧總 昨天發布會結束兩個小時 咱公司的库鞋 就全部賣光了 現在工廠那邊 加班加理的生產 就這還是供不允求 顧總 咱公司這次徹底火了 太好了 讓大家都加油 等忙過這段時間 我請大家去度假 太好了 顧總我先去忙了 去吧 這些都多虧了你 我想我也 可別說謝謝 說謝可就真俗了 那陪我去轉轉 好啊 那個傅之月跟你什麼關係 她 我一高等同學 老朋友了 看她對你好像有點意思 怎麼 你試一下 啊 你別看她現在這麼漂亮 你是不知道她以前 長得有多醜 我要是沒見過她以前 長得醜的時候就行 你 啊 都別動 你別衝動啊 讓了你再花走 四眼你醒醒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怎麼你沒事吧 換你算了 可是再怎麼辦呀 你放心 有方吧 讓他放我們 都醒了 知道老子為什麼綁你們嗎 胡椰 你現在做是犯法的 胡椰 我們之前還沒到這裹 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誤會 你他媽把老子打住院的時候 怎麼不說是誤會 啊 如果是因為這件事 我向你道歉 道歉有用嗎 啊 別生 你別生壞的 胡椰 你知道的 我們公司每年賺很多錢 兩個億 給你當一萬費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小子也算上道 新 完了 他媽 胡椰 為什麼這麼說 他媽 火平陽被全息 不知道為什麼 那幫雜碎跟瘋了死的 咬老子 小子 要怪就怪你命不好 要是放在意前 你得這麼少道 我也就饒了你 可是現在 我就要逃出國了 作為最後見過我面的兩個人 你們必須死 我們不會守出去的 反正你出國也要錢 要不這樣 你把我們放了 我們給你兩個印 小妞 你當虎爺傻了 我放了你們 當出了這個門 你們馬上就會想辦法弄死我 你當虎爺不知道啊 虎爺 你先別激動 他只是太希望你把我們放了 你小子再多說一個字 我就把這娘們 殺了 小娘們 你把虎爺當傻子 虎爺就從你這兒開始 老子先殺了你 再殺了你 小子 還是老規矩 你敢多說一個字 老子現在就弄死他 別等我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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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往這邊 敢一開眼睛 我就弄死他 你不是喜歡他 我就讓你看個夠 哈哈哈哈 救命啊 啊 你叫我 沒有人家這 哈哈哈哈 你 沒事兒 沒事兒 剛才嚇死我了 好有你在 我們走吧 我們快點走 去指報他 好 你先走 我去把他綁起來 好 少主 屬下救駕來遲 罪該萬死 這次是我提供的情報有誤 也怪不了你們 少主 屬下請教 以後辭聚大總管一職 以後給您 讓你們貼身司機 與少主 成全 管家 少主 先不說這些了 好好把這個蠢窩收拾了 不 不要 不要 啊